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后面,我是讲故事的Ben 2018年的暑假,那时候我正在看一部名叫 《NATURAL 法英女王》的日剧 除了美极催泪的剧情深刻的抓住我的眼球外 在美极结尾最高潮时,那非常契合主题的配乐 也让我无可救药的对此着迷 后来我找到那首歌叫做《Lemon》 创作出词卷,则是一个叫做《米金玄师的人》 最后我找到更多米金玄师的作品 从《打上花火》、《灰盛河青》、到《Bibi》、《庞大Hero》 也因为米金让我开始接触到更多的JP 甚至还去自学日文到现在考到了N2 一开始不懂日文只能看别人的介绍影片 到了现在我终于有能力能去看原文资料 也开了自己的频道 很幸运的拥有一些愿意听我分享音乐的观众 最近没意外的话,这部影片上线的时候 频道就突破10万了 达成自己的小成就,而在这个时刻 突然发现我似乎也得到一点声量 能成为一些人的音乐领导者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回到我最一开始的起点 由我自己的角度和理解 来带大家认识这个日本乐坛中最孤傲的天才 米金玄师 米金玄师 1991年3月10日出生在日本的德岛县 光看这个名字许多人还以为是个艺名 因为不只在华人圈 连在日本米金这个姓也不常见 更别提玄师了 对于自身的这个名字 米金虽然没有问过父母 但在自己的心中却有一套独特的理解 玄来自玄人的汉字 有专家的意思 而师不用多说就是来自 在某个领域做一个比他人都还要厉害的佼佼者 这就是玄师 也是他这个名字所赋予他的天职 如何名副其实的活下去 成为年少米金的烦恼之一 当然如此特别的名字也让他的童年少不了被捉弄 在人际关系上他不怎么拿手 总是觉得与身边的人无法沟通 自己的心意都传达不到别人的心中 他想要做一个普通人 但却无论如何都有一个违和感让他很痛苦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怪物一般 这样的症状直到20岁被诊断出 拥有高技能自闭症才得到的解答 除了在学校外 在家庭中米金也没有太大的归属感 他曾描述自己身在一个 不管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 都很贫乏的家庭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 没有太多对象能交流的他 在闲下的时候 总是会在脑海里 架控一个自己独特的世界 这丰富的想象力 来自从小的米金就喜欢绘画 自己也很喜欢看一些漫画 尤其是王道漫画 像是《火源忍者》、《七龙珠》等 米金从前的梦想还是当一名漫画家呢 除了漫画外 自己也很喜欢阅读 像是一些来自公哲闲志 山岛游济夫等大文豪的作品 他们优美的笔触也影响了米金日后的音乐 而原先梦想当漫画家 他在小学五年级时 迎来了改变他人生的契机 那时候家中装上的网络也买了台电脑 这仿佛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世界 这个名叫电脑的载体 承载了一切他所好奇的事物 尤其是当时流行的Flash动画 更是让他深深着迷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会随着背景音乐播放的动画 而在无数背景音乐中 来自乐团Bumble Chicken的歌曲 带给米金前所未有的冲击 本来就喜欢创作的米金 都会透过画图或想象 来塑造自己的世界 当作与自我沟通的方式 但Bumble Chicken的歌曲 不但具有丰富的画面感 再搭配上Flash动画 耳朵、眼睛、脑海所带来的多层刺激 赋予他前所未有的冲动 我也想要做出这样的东西 我是不是也能达到那样的水准呢? 米金玄师在此刻 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在这样的冲动下 他也马上去买了价值2万块的吉他 开始了自己的玄师之路 而他的第一步 就是要像Bumble Chicken那样 组成一个乐团 米金从国中开始就组团了 参加了不少表演和比赛 曾经就在数有音乐夹制员的 SENKO LAOTTO 通过第一次的审核 但在与别人的合作之中 总是给他一种不协调感 米金对音乐有着超乎想象的执念 只要有一点与自己期望的方向不同 就会让他感到相当沮丧 但不管他怎么与其他人解释 对方似乎也没办法理解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果然他们都不懂 在乐团里的米金总是这样想着 玩乐团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像他所想的那样快乐 在日子一直到2009年左右 趁着换电脑的契机 他接触到Bocaloid 简称Bocalo 如果有看我阿斗影片的人应该对这个软体有基础的认识 简单来说Bocalo是由日本YAMAHA公司 在2003年开发的电子音乐制作语音合成软体 只要输入想要的音调和歌词 系统就能帮你做出类似人声的声音 而大家所熟悉的初音就是Bocalo 最知名也最常被使用的角色 这时期的米金以Hachi的名义当起了P主 所谓的P主也就是制作音乐的人 Producer的意思 据他所言他逃到网屋上 虽然这个词很不好 但这种不用与人合作的创作方式 反倒让他更轻松 让他更能发挥他创作的欲望 而Hachi这个名字是来自Hachi 在看了一部漫画NANA 里面女主角的个性因为像小狗一样 于是以著名的中全小巴为灵感 被取名为Hachi 虽然那时候的米金根本不太清楚Hachi的由来 但在脑海中自然就记下这个名字 而Hachi在日文中也有巴的意思 因此你能看到许多人也以巴也来称呼米金 不知道未来有人会不会以NANA取名 因为NANA在日文中有七的意思 这样就可以跟米金凑成七爷八爷了 好啦不好笑 回到正经上 除了Bocalo这个软体外 还需要一个平台提供这些P组上传音乐 而这个平台就是Nikoniko 在Nikoniko上你能看到米金 或是说Hachi最早的作品是 公主殿下在电子音下睡着了 但其实找到这首歌之前 米金就有以自己的声音翻唱过几首作品 也有两首现在已经找不到的原创歌曲 因为自己觉得实在过于轻舍 于是在之后就把他们都给删掉了 2009年正值Bocalo成长期的巅峰 米金也很幸运的搭上这班顺风车 单张就往后几年Bocalo的盛况 其幕后很大的功臣 Hachi肯定在里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存在 他的才华很快在第四首作品 《连前分开罗萨与过海》得到广泛的关注 如果稍微有了解Bocalo文化的人就会知道 因为歌曲人生由电脑软体所合成 所以在旋律上有着很大的弹性度 编曲上也相较其他歌曲更为丰富且具有层次 甚至说相当复杂 而且大多数的歌曲也都是由P主个人独立制作 不受主流观感所约束 反而读书一致的风格才会吸引到人们的关注 你能在这边发现许多台面上见不到的大胆主题 而且歌曲本身都具有相当完整的故事性 观看歌名连结分开罗萨与古孩 就让人不由自主地点了进来 罗萨在佛教中有恶鬼的意思 这首歌结合了日本传统乐器 配上Hachi自制诡诀的MB和手写字 塑造出相当恐怖且压抑的气氛 这首歌也被许多人解释是讲述游女 也就是妓女的故事 原因是来自于《逆在生》 谈到Hachi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提到他的《逆在生》 所谓逆在生就是将歌曲倒着放一遍 用空耳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歌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Led Zibling的《Stairway to Heaven》 许多人发现这首去天堂的阶梯 倒着放却变成给煞坛的歌曲 而Hachi的作品也是如此 许多这场顺序放的歌曲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异状 倒着放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 虽然本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他有逆在生的意图 而且他也说过其实连接分开罗煞与骨骸是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去描写 但同时也没有否定过确实有逆在生的想法 这样的谜团反倒成为吸引听众的一大亮点 在歌曲上你也能发现弹幕总会刷一排逆在生的有趣现象 而Hachi在制作歌曲上全部都由一人完成 连MV都是自己画 早前他是以滑鼠一个一个慢慢点 因此还被称为滑鼠战士 直到这首歌后才开始用较为轻松的电汇完成 偶尔会跟南方研究所一起完成美术的制作 回到了连接分开罗煞与骨骸是Hachi的一大礼神碑 也算是他的成名制作 成为他第一首达到殿堂以及传说级别的曲目 这边我们就必须来了解一下NikoNiko的一点小知识 因为当时的网路并没有像现在如此发达 Occaro以及NikoNiko也算是小小的吃文化 因此一首歌能达到几万的观看就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 而如果达到10万观看的话 就会被列为殿堂级歌曲 100万观看则是传说级歌曲 那还有比传说更厉害的吗 答案是有的 那就是所谓的神话曲 意味着达到1000万观看 而截至今日NikoNiko上总共有7首神话曲 里头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首千本音 而我们的哈奇当然也有在这个名单之中 他有一首极致风电歌曲 俄罗斯套娃 在NikoNiko的辉煌历史中刻下属于他的名字 俄罗斯套娃这首歌充分展现出了哈奇 那异于常人的想象力 尤其Bocaro这份软体更是让他如虎添翼 一切元素都用他自行创造 他时常会编出超出人类范围的鼓祖以及音色 在这首歌尤其如此 听似杂乱无章却是乱中有序 每一处都有着精密的计算 矛盾这个形容词一直是我在听 不管是哈奇还是米金玄师时所感受到的 而这份矛盾感我认为最主要都是来自于 他音乐的一个很大的主軸 也就是想要去了解人与人产生连结 这正是这位孤傲的天才一直所渴望的 那我们从他成为米金前的最后首歌 Donut Hole 来看 哈奇透过甜点圈所看到的世界是如何 里头歌词提到 再见已经永远无法相遇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如此思考着 无法好好欢笑 变得如此不知所措 虽然此时期哈奇的歌词 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抽象感 但从这几句话 不免能感受出这位孤傲天才 心中那无止境的失落感 毕竟孤傲的孤 也是孤独的孤 这份孤独感一部分来自于 他后期对于Boccalo的想法 他说到这样制作音乐的方式 虽然很轻松 但到后面反倒也觉得挺寂寞的 虽然大家喜欢他的音乐 却始终跟自己的听众 有着看不见的距离 原先成为P主 算是他的一种逃避 但这事他不想要再逃避了 他决定离开Boccalo这层防护音 以自己的名字 米金选择展开自己的道路 米金时常引用英国导演 彼得·布鲁克的名言 自修世尤 但轻弱地手放下 英文原文就是 Hold down tightly Lego lightly 言下之意也可以理解成 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贯彻时中 但有时我们也该在对的时候 轻轻放下 在米金的音乐生涯里 他不会像许多天才般固执己见 而是懂得能屈能伸 就算是自己不擅长的事物 也会尽力尝试 这就是为何他能有现在的成绩 这部分之后我们也会慢慢聊到 所以可以先帮我按下订阅 或追踪IG 不错过任何消息哦 回到故事 其实在2010年 哈奇时期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Official Arrange的最后一曲 《游园世界》 他就开始自编自唱 也算是在台面上 最早能听到 他完整声音的第一首作品 但真正以米金玄师这个名字 开始活动只要说到 2020年2月19号上传的 Go Go! You! Lesson Go Go! 幽灵船 承袭着哈奇后期的 《中毒式》的旋律写作 MV同样由本人制作 正有使用大量线条 以及极简黑白配色的创作风格 不免让人联想到 美国绘本作家 爱德华格里 米金本人也坦然 自己非常喜欢爱德华格里的 《游园客》之类的作品 也的确有深受其影响 但为什么只用黑白色哦 纯粹只是因为涂颜色太麻烦了 之后他进入了由一群 知名P主所组成的厂牌 Ballume 并发现以米金玄师为名义的 第一张专辑 Giorama 在封面上可以看到一只 巨大鸟鱼背着一座城市 这是来自日本地震鸟的传说 人们认为地震是因为 支撑地球的巨大鸟鱼 发生运动所造成的 米金则是按照江户时代的鸟鱼 当作灵感 因为当时也有发生很严重的地震 只是他并没有想要 透过这张图去传达什么 但我们却能随着这只鸟鱼 了解一点米金她那独特的世界观 从GoGo幽灵船开始 米金的音乐故事中 时常会有两种不同物种的生物 作为主轴 虽然在GoGo幽灵船 并没有明显的爱情成分在里头 但其他专辑中的Vivi 很明显的让人感受到 这是一首情歌 但在情歌的包装下 则是我刚刚所提到 米金音乐很大的一个主轴 也就是想要被人所理解 Vivi在拉丁语中 有生命活着的意识 这首歌也是米金认为 与自己内心世界最为接近的一首 因为他在这首歌 找到了现阶段自我的解答 那就是 人与人之间 无论如何都无法互相理解 副歌最后几句 男的话语 就请你忘记吧 其实我也没有任何想说的话 的确 不管如何都没办法 将真正100%的心意 传达给对方的话 那么说一万句 还是一百句 不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 而整张专辑的核心概念 也浓缩在第14曲 《抄本》中 这首歌只有几句歌词 这作接证 自诞生以来 变毫无意义 好想被爱 好想被爱 这片爱不只是恋爱的爱 也同时代表着 想要被人所理解 没错 就是我一直强调他 音乐的一大阻子哦 这首张 以米金玄师名义 独立制作的专辑 在欧里孔上 就达到第6名的成绩 其实可以说是相当出色 但对于米金来说 确实是生生大击 因为在当时 张专辑在他心中 就是完美的J-POP 本以为能被别人所接受 却忽略了 他与世人所存在的偏差 因为在《柏卡罗》里 还有着辉煌的记录 但在主流市场中 这样的风格 还是偏小众 《吉尤拉玛》里 还是有不少 《柏卡罗》曲的影子存在 但回到刚刚那句名言 《Hold down tightly》 《Lego lightly》 米金在沮丧了一阵子后 马上重新开始解构 分析自己所欠缺的是什么 在花了一年时间沉寂后 他想出了许多解答 而其中之一就是和他人创作 接下来 米金玄师又会做出怎样的改变 一步一步成为现在的J-POP天王 让我们下集待续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先订阅这个频道 或追踪我的IG 不错过任何全新消息 数字就是我快点更新的最大动议 也可以每个月45块 加入我的会员 或是点选资讯栏连结小额赞助我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bye